我們經常吃東西不檢點 吃飽又不做運動 口義有三高 如果不幸運 塞了血管 令心臟肌肉壞死 那就手尾長了 很大機會患心臟衰竭 影響他的體能和生活質素 心臟衰竭就是心臟 如果不能把血液泵到全身 令到患者會有氣喘 體能下降的現象 醫生說水份泵不走 還會造成肺積水 如果心臟功能已經差 患者就不能把多餘的水份 在血液泵走 這些情況要坐直 不要放低 多了血液和水份 會流了一個很弱的心 心已經過了負荷 你給多了東西做 百常加根 變成更容易令到水份 積壓在肺上 病人透氣更加困難 所以部分患者會睡覺 突然間紮醒 氣喘 坐高 減低了血液 由下肢會流到心臟 這樣才能透氣 才會搶順 嚴重還會缺氧和窄息 所以有事盡快打999 為免造成心臟負荷 平時不要喝那麼多水 醫生說喝百杯水 可能在病人身上未必合適 不能夠吃過咸 太咸的話 會刺激大家喝水的意欲 如果喝了多水 就造成一個惡性循環 病人很容易因為這樣 造成一個急性的肺脊水 食海無艾 滋味無價 我至全新Facebook飲食專頁 陪你片尚風尚 細著人情 正挑細味只想好吃